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 刚好经文当中有提到 不要守福的离向后看 那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这节经文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会不会背了 尊严书第四章二十三节 我们再一起同声来念两遍 请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所以心代表我们的魂的功能 魂里面有思想情感和意志 那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认知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把这个礼物就给我们 我们可以透过意志 做决定 透过情感来感受跟表达 然后呢 思想是我们 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礼物 我们可以 在当中有许多美好的 创意的也好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经验的累积 然后我们可以 不会再犯过去重复的那个错误 所以神把思想情感和意志给了我们 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可以做选择 你知道在神学上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派别 一个叫雅敏念 一个叫加尔文 有听过这两位的名字 请举手一下 雅敏念跟加尔文 大部分都不认识这两位先生 在神学上这两位比较两个不同的角度 一个是比较从人的角度 一个比较从神的角度看神学 那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强调就是神的全能 那神的保守 所以基本上我们人的作为完全没有功效 他是从神的角度来讲 那从人的角度的就是雅敏念 雅敏念比较从人的选择 人的回应 神是全能的没有错 可是人对神的全能的回应 如果不恰当 他会带出一个不同的结果 可是以加尔文来讲说 神如果要保守你 他就不会让你发生这些 等等等等这些 除非你没有得救 没有确实的领受救恩 所以那个解释神学的角度 是有点天差地远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是 几乎是站在两边 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 有没有从神的角度看事情 有没有 神很有绝对的讲法 对不对 神创造天地 请问这谁敢跟他抗衡 有人说不不不 才不是神创造 对不对 没有人看过 因为神很绝对的 一开始从创世纪 第一句告诉你什么 神创造天地 福音书也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 耶稣如果 他一讲 我们没有人可以反驳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 对不对 可是你看有很多的角度 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就发现那个选择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跟大家要来分享一个 就是从加尔文的角度 那因为我们中国步道会比较会从那个 卫斯里的这个神学 那卫斯里比较是承接的是 亚米念的系统 那像新一会 进信会 然后长老会 就比他是加尔文的系统 但是我想不是系统不好 而是说当我们只是单一个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疏忽了另外一边的神给我们的恩典 那我跟大家讲 真言书第四章讲到我们的 要保守心 因为一生的果价是由心发出 因为心在做决定 那决定的部分呢 就必须谈到这个名词叫做什么 自由意志 那只有加尔 亚米念才会谈到自由意志 如果以加尔文的角度是不谈这个问题的 那 一开始谈到神创造万有 对不对 那神最先创造的是什么 能不能知道 神最先创造的是什么 那个是从我们的圣经的角度 从人的角度去看 在没有创造这世界之间 神先创造的是什么 我们人都还没有被造 当然宇宙万物这些都可能都存在 但是很重要 要跟他有关系的 能够互动的 对了 有人答对了 神仙创造的就是天使 天使的被造在人被造之先 这你要理解 所以我们人被造之后就已经有天使了 然后呢 当然我们知道 在那个天使的那个时代当中 又有一批堕落的天使来到地上 所以地在被造之前是冤灭黑暗空虚混沌 那有人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堕落之后的世界已经变成这样 这就讲到死者的部分 神创造的天使 请问要干嘛 天使是福役的灵 当然那时候只有一个被服侍的对象就是谁 因为人还没被造嘛 但是人被造之后 人也是被天使所服侍的 了解吗 所以你看神猜拣天使来跟这些历史历代的一些圣徒讲话 包括神也猜拣天使来保护你在你的周边 你的家庭里面都有 可能我们肉眼是看不见他 可是他是一个服侍 按着神的猜拣 那既然要他来服侍神 请问他给天使有什么 不是只给他一对翅膀在那边飞 对不对 所以既然要服侍上帝的话 就要给服侍上帝的本事啊 那什么 就是给他有服侍的能力 所以天使是有能力的 天使不是只是我们画起来好看的 一对翅膀在那边 然后一个光圈 不是 天使是有能力的 而且如果按照被造的来讲 他的能力远胜过我们人的被造 所以天使的能力比我们还大 我们没有办法 那个像天使那样子的能力 但是神既然照天使 希望这些天使 要跟他长长远远 还是说今天就像细胞一样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就换一批 然后这一批就没了 神希望这一些的天使 能够永远的服侍他 跟旁边讲永远的服侍他 可是你知道被造的就没有永远 因为只有一位神是什么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属性是永远到永远 那被造的不可能到永远 所以神希望他又要跟他一起同战 所以就必须要给他一个 很特殊 原来他被造生命当时没有的 就是要把他的永生分次给天使 让天使可以永远来服侍他 可是神怎么样把永生给天使 其实这个模式也大概放在我们人身上 永生要给天使必须要有一件事情 就是神要说话 神必须把他的话说出来之后 才能够给予天使永生 你理解这意思吗 就好像创世纪 神说要有光 那个光才能够被造 了解吗 那要给天使永生 就必须透过神的话 赋予他永生 可是神不能白白的给天使 就给他永生 所以神在他的话语当中 就有一个形态来表达 就叫做命令 了解吗 神就命令给天使 让天使照神的命令来行的时候 神就把他永生给他 那还跟得上吗 请问到这边还跟得上吗 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 了解吗 所以用命令要来给 那要给命令 必须要成立 就必须要给他能够选择 听命跟不听 这很容易理解吧 对不对 你就可以想象 为什么神要创造 伊甸园里面有分别三个数 你懂意思吗 同样的道理 因为他要让人 可以选择听从神的命令 跟不听从神的命令 听从神的命令 就可以永远与神同战 原来神造人的时候 是希望人也可以与他 永远同战 所以也造了生命数 同时也造了分别三个数 分别三个数 就如同现在神要给天使 有一个命令 让他来服从神的命令 然后神就可以把永生赐给他 那如果是这样子 就必须给他选择 那如果要给他有选择的能力 我们就称他叫做自由意志 所以你的自由意志 你的选择权 你要保守你的心 因为你的心拥有这个选择权 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为什么要创造分别三个数 就是保证人有选择权 如果神通通都造得好好的 人不可能有任何犯错 那个就不叫做人有选择权 人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工具 或者傀儡这样的想法 能理解吗 所以创世纪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样子去理解 那天使也是这样 所以人就有自由意志 做选择 好 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这好像是一个街头艺人的一个表演 这好像是一个街头艺人的一个表演 人来人往在这个火车站当中 几乎没有人驻足 想说她就是一个街头艺人 但从来没有人发现 她就是刚刚那个舞台上面在跳跃演奏的那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在正式的演出 你知道她的票房可以上映 但是在那天当中 火车站演出的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同样是这一个人在演奏 同样是这一个人在演奏 但是你看到这些人各做各的事 她有两边的影片对照 这个是在火车站的 有刚刚另外一个在舞台上亮丽演出的 同样是这个女孩子 当许多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你看许多人跟她要签名 跟她要合照 但同样这个人在这个火车站的时候 没有人跟她要签名 也没有人跟她掌声 也没有人欢呼 你就可以想象这是两个极不同的世界 好 我们就听到这边 谢谢 我们回到刚刚的PPT 你就看到这一个和很大的对比 它是同样那一位 可是场景又何等的不同 你知道基督的信仰在我们的这个世代 在台湾人的心中 他存在的感觉 也有可能就像我们把他看为宝贵 我们花时间来服侍 同样的信仰 同样说的那一位 可是有人把他看为宝贵 天天愿意跟他互动 来聘派他 聆听他的教诲 翻阅圣经 灵修 但是也有可能我们有许多人 就把他搁在一边吧 每一天他不一定有 可以出现的舞台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去思想 我们就可以领受更大的恩典 阿们 跟旁边讲 我们可以再领受更大的恩典 你看许多人要在那一个 国家级的那个表演厅当中 才会把这个 女孩子奉为如同神人一般 他的演奏这么样出神入化 我们的神不是要 我们在礼拜堂的时候 才把他奉为神 他渴望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 他也做神 阿们 因为他真实是这样子 除非我们看透那样子的一个真实 所以西伯来书第二章 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第一节请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众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第三节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我们做见证 神这样子的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一位 耶稣他所赐下来的这么大的救恩 就是要让我们宝贝他领受在这恩典当中的点点滴滴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亲自看过他 经历过他 我相信在那个场合当中 很多人买这个女孩子所演奏所惯录的DVD或CD 回家的时候 透过音响 哇 就可以感受就仿佛在那样子的一个场合当中 这个演奏者在那边演奏 为什么他能够去想象 但是这一片CD如果放在一个餐厅里面 就放出来 很多人就听了 就这样吃饭 就照样吃饭 不会有任何的想象 也不会有任何感受 它只是一个情调音乐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内涵 而且没有任何画面 也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空间 但是我们的神 他是一个创造我们灵魂体的神 他把那个新的功能给我们是完整的 有没有人说 我没有办法感觉到爱的 他可能需要被医治 大部分人可以感受 因为从小我们就是这样经历 但是因为伤害会把我们 把这个感觉就扭曲了 以至于我确信相信 有一些人他会跟我表达说 牧师我真的没办法感受到爱 我不是否定这个人的存在的价值 而是我知道他生命当中一定有很深的伤害 以至于他里面就抵挡这一份的情感上的表达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 你知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 他不是刻定已经有固定的教材 有时候我们上木道班或者上一些课程 我们都有固定的教材 第一课第二课那样排的 耶稣不是 耶稣就带着门徒走到哪里 讲道到哪里 他就用他生活当中很直接 信手可以拈来的题材 就把道放在当中 让听的人可以明白 所以这是当时耶稣在看到 有农夫在耕田的时候 他就讲了这段的经文 我们先把这段经文 短短的拆六节 我们一起把它读完请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吧 来那人说 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又有一人说 主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 辞别我家里的人 又说 耶稣说 守扶着离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的国 这个场景 耶稣就用这个例子 回应了 前面有两个 耶稣所呼召的人 还记得 耶稣呼召谁吗 耶稣在跟着门徒 一同行走的时候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就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这好的无比 对不对 耶稣这么有分量 然后耶稣就对 这个说话者 或者对当时的群体 他就说了这句话说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只没有枕头的地方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很多人 哇 你要跟随我 哇 我告诉你 我保证你金山银山 你后辈 下辈子你不用愁啊 给你挂保证 那将来我右手成就的时候 你就是我的左右手 多少人在打江山的时候 跟随他的人 不都是要这样子的一个 给予他们一些承诺吗 可是耶稣回应 要跟随他的人 却说什么 连被造物当中的 这个小狐狸 小鸟都有窝 都有巢 可是他说什么 人只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那什么意思啊 意思连个睡觉的点 都可能是个问题 然后 但是没有停在这边 然后耶稣就对其中的一个人 说什么 跟从我吧 结果这个人却回应耶稣说什么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我们想想看这两个对话 中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耶稣说你跟从我 然后要被教导的人 就说什么 耶稣对不起 稍等一会儿 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那这句话其实有他的内涵 等一下我再说 然后又对另外一个人 但是另外一个人就回答说什么 主 我是要跟从你了 但是呢 等我回去词别我的家人 这两个理由 听起来都还蛮 有人情味的嘛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知道那个背景 你大概就知道那个意思 就不是我们所看到表面的意思 你知道 在犹太人 他们的 不会像我们现在这边 如果有人过世了 我们就会送到 殡仪馆 那边有什么东西 可以帮他保存 就是有兵库 然后等着商家安排好时间 然后他们就什么 就商量好 举办告别礼拜之后 再把这一个使者 做安顿 可是在当时不是这样子 你知道他们的使人 是立刻需要先下葬 所以你知道耶稣 他从使者取下来之后 就立刻送进坟墓里面去 不是等着一个追思礼拜 安息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 在耶稣讲 对那个人呼召的时候 他的回应就是说什么 我父母还丧在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 他背后的意思这样子 等我回去进了孝道 我的父亲 我把他送走之后 我再来跟从你 你懂 那句话虽然短短 一句话 他的内涵是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说 对不起 我现在没有把他 马上回离耶稣你 那他找了一个理由 什么 那我先回家 进孝道之后 那这是 他当时感受的 那个部分 可是如果你从这个部分 去理解 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 不是一天两天 然后接到一个二号 说他家里面有状况 所以这个人就要赶快回家 去处理 他父亲的那个 伤理的事情 在这一段日当中 你知道 耶稣已经出来传道 有许多人跟随他 所以 少说一年 甚至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这一群人跟随着他 所以如果要照顾父亲 我相信这一个门徒 他的家里面是有人的 了解吗 可是他这时候提出这样的理由 其实只是一个借口说 现在我还没办法做决定 不好意思拒绝耶稣 所以找了一个比较像理由的方式 来婉拒耶稣 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要婉拒耶稣的护照 所以你如果理解这样背景 所以我们就不会太惊讶耶稣 竟然用62节刚刚讲 手扶着理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的国 那这段经文当中 其实有一首 我刚信主的时候 就在主日学 我那时候受完洗之后 就被安排到主日学去教小朋友 那时候 三十多年前 那时候的儿童主日学诗歌 有多少人会唱这首诗歌叫 《向前走》 不是林强的那个中间驾 这是我们的儿童 已经是要早期 其实它是一个 不是为了儿童手写的 当时是一个福音的诗歌 是一个作曲家 然后他就写一个懒懒伤口 他就取刚刚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 一去不回头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 前进莫退后 收复着理想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过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 主就在前头 你知道最好的旋律 是跟我们的语音几乎是可以同步的 那种调子最容易朗朗上口 我们台湾很多民谣也是这样的 让我们朗朗上口 常常就是那个旋律 非常的像我们的语调 这首歌几乎是这样子 那时候也差不多是那时候流行非常多 在使用的诗歌 那 我查了一下这一首诗歌的背景 就发现有一位 香港的建造神学院就提过这一个人 写的这首向前走 他的著作当中就是 梁院长的著作就是 他们是为了信仰 然后他有这本书 当中就提到了这个作者 叫做张熙焕先生 好 这是大概 他的引述他的内容 这一位当弟兄年少师母 然后在父亲的管教下 因为他的性情叛逆 所以常常是一个闹事的少年 无奈中父亲把他送到 不同的教会学校 然后终于教会的学校当中的那些努力的这些老师校长 终于让这一个解傲不驯的少年人就服下来 然后当他得着救恩之后呢 张弟兄就热心的参与在校园的聚会 那除了在他自己就读的燕京大学之外 他也常常到其他的院校当中去一起参与步道 然后建立了许多圣聚生命力的大专团企 在那时候他就已经非常的有名 然后许多的青年学子 因此接触到基督的信仰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有音乐造诣的人 所以他就弹琴作曲 起了当时这一首相当轰动的向前走 那因为很朗朗上口 大家就很受欢迎 那在学期间呢 他十分积极地从事校园工作 那在北京他也在一些大专院校当中 推动学生福音工作 成立了北平基督徒学生会 从此北大 清华 北平师范大学 府大 协和医院基督徒学生团契等等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生运动当中 火热地被串联起来 在1955年就讲到说 中国当时就在肃反的一个过程当中 许多这些当时的负责人就被捕 被逼迫 然后很多人就逃避 就逃难 就是慢慢的这些的聚会就没办法公开 就视为 那提到他在1949年的时候 那当时中国学生归族运动的赵军颖牧师 就安排他到美国参加那个富乐神学院的造就 然后后来他又转到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生长 看起来一切美好 但是你看他就此定居在纽约 然后他改行从商 再也没有回到中国的福音事工了 然后这位作者就是梁院长就 以他的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就是 一去不回头 然后就描述完了这一位当弟兄的一生 当时确实令人惋惜 因为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可是他的选择最后竟从商 那对不起我不是说从商是不对 而是在当时他的才干神 在他身上的训练等等 他最后选择了去从商 很多商人是很好的基督徒 他们也乐意在他们的职场当中服侍神 我不是觉得从商就不对 而是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 已经有了一些很美好的服侍的果项 可是最终他又回到商场去 然后忠实一生 不再进入教会界被神所用 那只是从这个经文当中感觉到 他的经历是不是有点可惜 许多人认识他的人也觉得很可惜 特别是教会界的人 当然看法可以不一样 但是我想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一位写的这首诗歌的作者 最终他就是以商人的身份 忠实一生 那在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刚刚已经稍微解释了 那有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到哪里去我要跟随你 耶稣却说什么湖里有洞 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你就想到 人子提出来一个 他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就提醒所有跟随他的人 其实走跟随耶稣道路并不会很清神 这是事实 信了耶稣也不代表我们一帆风顺 我们人生从此就是 就发达起来 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子 我们会经历许许多不同的考验 然后这经文就提到 耶稣呼召第一个人 他就提出告别 耶稣要回去埋葬父亲 然后耶稣却很不尽人情地回答 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人就 下文没有提到他 最后他是回家呢 还是就愿意接受耶稣的劝勉 可是我们会觉得说 耶稣为什么用这一句话来回应他 什么叫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呢 当然已经过世的人 那个意思绝对不是已经过世的人 他再起来去埋葬 意思是指 这些已经跟随耶稣的人 是耶稣说这些人是以上是活的人 了解吗 那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那些人 他们去张罗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你不要回头 你不要放弃现在眼下的一个机会 那意思 他有家人可以 可是耶稣却用这一个强烈的字眼 我相信是针对这个人 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刺激 你知道耶稣不是很容易 要去冒犯别人的意思 而是针对这个门徒 他就刺激他 所以说 你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 你的灵是活过来的 你就让那些还不认识的人去做吧 主要强调是这样子 你还记得耶稣也是曾经对一个妇人讲 然后不好把儿女的食物给狗吃 有没有 记得那个 然后你也会觉得说 怎么耶稣会这么不尽人情的去 拒绝一个家男妇人的一个要求 可是你发现 那个家男的妇人 并没有因为耶稣所讲这句话 感觉到被藐视 反而是说 那那个家里的狗狗 也可以吃那个主人掉在桌下的那个灵碎啊 你就看到那个妇人和人大的信心 他说我不要那个桌上完整的饼 我只要一点点掉下桌子下面那个灵碎 我就够我的孩子得祝福了 你们看到那个妇人的信心 那你也知道那句对话当中 其实如果按照当时背景来讲 讲到狗是讲到家里的宠物 那个意思并不是藐视的 非常的 藐视这个妇人的意思 当然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宠物你就知道 但是现在宠物有的人 就把宠物当儿子有没有 我忘记 当时有个笑话 有很完整的 然后那个兽医呢 就被一个 他本来就 有个妇人带了一个宠物来到兽医院 要打预防针 然后那个医生就问他说 你的狗有没有打的 就问他 然后那个妇人说 他不是狗 他是我儿子 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对话说 那那个医师就过来讲说 你儿子打过什么什么没有 然后最后那一句话真的很妙 但是因为我忘记了 你们可以在网络上去查一下 突然想到这一件事情 耶稣不是要藐视 那个跟他讲话的那个人 他只是用生活场景当中 确实说儿女跟宠物是有所分别的 当然是儿女先吃完嘛 然后我们再去喂宠物嘛 但是因为现在宠物实在太高贵了 宠物吃的都比儿女吃的还好 对不对 你看那狗罐头啊 那什么都 可能那个贵 那个都比我们的那个小孩子的一餐饭 我不知道那个 因为我们家没有养 我不知道那个罐头贵不贵 你看一天他吃多少 那那个有时候真的是 他们照顾的还比那个照顾儿女 还要负担还要重一点 那所以你知道是 其实当时就是要回应这个人 让他去了解他现在的处境 耶稣已经把让人活的恩典给他 然后最后耶稣说 守福的礼仪 不断向后看的人对神的国是不适合的 我们的圣经翻译就是说什么 不能进神的国 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适合神的国 那这就是一个 意思是说就在神国当中 他是没用的 神的国度当中不适合他来 那所以你就知道 在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当中 如果我们不了解背景 我们就觉得耶稣好像 对这些人有点不敬人情 那我就 回到那个 这段经文当中 其实就是很简单说 我们 需要 要理解耶稣所讲的 然后耶稣用这个 守福的礼仪向后看的人 不适合在神的国度当中 对神的国度是没有贡献的 或者我们就直接用刚刚的经文 就是不能进神的国来想 那为什么 守福的礼仪会成为这一段对话当中的结尾 这结尾当中对我们现在的人生当中 我们的心的选择 有没有一些的提醒 箴言第三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那我就从 守福的礼 有三个要面对的挑战 让我们来思想 这段经文到底跟我们现在的选择 有什么关系 守福的礼仪向后看 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向后看 那 后代表什么 在整个 这一段经文当中所预表的就是 就是他的过去 人的过去代表是什么 什么是你的过去 那很简单 人的过去 会代表的就是 有成功 也有可能是失败 有美好 也有可能是伤痛 那这个我们先放在 先放在这边 第二个 前面 对不对 守福的向后看 所以有前面 刚刚先讲后面 那前面是什么 如果你知道在整个 以色列的地方 如果那个田 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农田 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的农田 基本上都已经是处理 处理好了 那个 昨天我们去 我跟 那个周牧师 跟师母 我们去看那个 丽霞姐妹的先生 丽霞有在吗 她的青年母亲 感谢主 那 他的弟兄是 现在在 就在他的 住家那边 有很多的果园 然后其实他就等于是 有养殖 有鸭 鸡 鹅 对啊 就是没有猪 牛 羊 好 那个 因为这还比较 比较难 我们本来想祝福他 六畜兴旺 这样子 后来算一算他 没有六畜 后来算一算就鸡 然后鸭 这样子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鱼 但是他不属于畜类 那他有些农地 我刚好看到他在整地 然后正在施肥 他那个土壤 非常的肥沃 他种的那个青菜 都非常的美好 那 昨天我们拔了一些荆棘 还有荆棘 可惜不够多了 不然今天跟大家 来分享给大家 他真的好甜 这样子 以色列的农地 基本上很多石头 你想那个梨 跟过去的时候 牛在拉 碰到石头 就会怎么样 一个是卡住 也有可能歪掉 所以他如果不看前面 你知道那个 梨田实际上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首先可能就歪掉 斜了 甚至可能深度 太深 牛就拉不动 所以他要保持一个高度 你知道他就要保持那个 所以他要控制好 那个梨的方向 同时要控制它的深度 他不能往上提 就太深 深下去的时候 牛可能就拉不动了 那这些都是 所以种什么东西 他要大概离多少的深度 都是 其实对农夫来讲 是有一定的 有一些只要浅浅的就好了 有一些他可能要再深一点 那深也不能一次到位 可能就是来回两次 才能够把那个深度 达到他的要求 所以有关于前面 代表就是挑战 就是困难 因为那个不是自然就会 就会形成的 第三个 跟牛有关系 手扶着梨下后看 那个梨不会自己跑吧 对不对 梨的前面会有什么 会有 至少会有一只牛 不会是我们人嘛 对不对 一定是一只牛在那边 当然现在是用机械化的 可是以前就是一只牛 你知道如果我们不看着 我们不控制 梨就被谁拉了走 那谁是主导的 就变成牛主导了 牛所代表就是 你的环境 你所倚靠的那些 所有的 你的人生的经历 一些等等 资源 所以我们看 第一个 我们必须 不能回头看 因为后面所代表的成功失败 会影响着我们现在 那我们不能让过去的成功失败 那些经验来影响到现在 因为每一个现在都是独特存在 都是神有特别的意义跟价值 所以没有一场战役 对以色列的人讲 通通都是一样 有没有 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方法是什么 知道 没有你就要把你读那个约书亚记 第一座城攻打的时候 就绕城七天 每一天绕一圈 第七天绕几圈 七圈 然后就呼喊 哇 这座城就倒塌了 第二座城 是不是攻打爱城的时候 也来个七天绕城 有没有 上帝给约书亚的策略不是 他说先派一个伏兵到城的后面 然后再派一批人在路两边埋伏 然后再有一个队伍直接攻城 然后攻的时候呢 假装失败就逃 引诱他们出城来追杀他们 结果他们就跑 跑到什么 伏兵那边他们就开始攻击 然后城后面的人就什么 趁虚而入 爱城就得到了 完全不同啊 那个 第二个策略比较像是战略 对不对 传统的战略 这个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不对 可是从来没有军事家 会用耶利哥城的策略 只有我们基督徒会这样子做 那当然我们讲属灵的行走祷告 我们讲就是一个绕城 只有神才用这一个方式攻打耶利哥城 所以神不会用过去你的成功或失败的经历 让你一直用同样的方法去经历你的人生 了解吗 所以你必须看前面 你不能看后面 看后面也就代表你想回味过去的一些的经历 可能是甜美的果实 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失败痛苦的经验 这两种都有可能残累的我们 有没有人在受伤的时候 他就一直看着他的伤口 自爱自怜 就好像狗会舔那个伤口 我不是藐视的意思 就我家过去养个狗狗就是这样 他受伤之后 他就会舔那个伤口 当然他是为了要医治那个伤口 可是有一些人看着伤口 他不是盼望得到医治 他是看到那伤口的时候 就自爱自怜 我是世界最可能的人 自怜在他 然后他就不会有力量 这就是成功或失败所带来的人生 因为他向后看 他会造成他停滞 不前 好 向前看代表就是 你有困难 有挑战 所以你要专注 挑战跟代价 是我们需要先认知的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 就发现这个代价有点太高 因为他从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到达最终 因为你知道 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还没有到 约翰跟雅各 跟耶稣 求那个左右 位置的那个时刻 了解吗 那个已经到尾部 他们已经到耶路撒冷 耶稣即将要 等于被欢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大家夹到欢迎 说和善啊 和善啊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那个气氛到了什么 耶稣要做什么 做王的那个气氛 可是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耶稣是 有一餐没一餐 虽然他是万王之王 可是在地上 他选择就是这样 他走到哪里 其实就有些人就供应他 有一些得到恩典的人 就供应他 就是这样子 如同当时拆派门徒出去说 他说你们为了福音 到哪里 就住在那里家中 因为什么 以福音养生 那是合理的 工人得公价是合理的 所以他就叫门徒 不要戴口袋 代表什么 你不要自备良想 就是福音养生 凭着信心出去 所以在当时来讲 这样子的环境 跟随他的门徒 大概就知道说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得吃啊 有没有人会招待啊 不是所有人就像那个 马太是这么有钱啊 然后就席开 多少桌 然后大家在这边 吃喝就饱足这样 不一定的 经常是掺风入宿 所以耶稣讲说 我没有枕头的地方 那是真的 他们到一个地方 没有人接待的时候 请问他们睡哪里 就靠一个地方 就打盹就这样子啊 真实当时的状况 就是这样子 所以面对挑战和附带将 有没有做好准备 但是这两个人 几乎是用不同的理由 就拒绝了耶稣 另外一个说 我回去跟家人辞别 请问跟家人辞别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家人代表就是 给他一些支持 虚寒问暖等等这些 就是说这个也不用 你就是跟从我 你不要把一切认为 都齐全了 家里来让你靠 你得到家里的后盾 你才要出来 跟牛所代表的就是 我们必须在信心的里面 跟顺服的里面 我们不能让牛 这个环境 主导我们的人生 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农夫应该是控制着牛 为耕田来效力 结果如果你往后看的时候 就是牛就自己拉得走了 就代表着你的人生 是被环境 被你所没有办法去掌握的 然后左右你的人生 但是神说我们必须要 凭着信心与顺服 跟随着住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我们必须真实 很认真的去认识这个信仰 以至于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我们就能够 以信心和顺服的心智来跟随 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挑战 跟要付的代价 我们预备 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就往前走 即使耶稣说 他没有枕头的地方 那是一个付代价的道路 耶稣他也代表 他在十字架上 十字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他也跟门徒讲说 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所代表的都是代表付代价 当然耶稣所要给我们付的代价 不是我们所不能付的 耶稣说 一定是我们能够承担的 所以他告诉我们 有一个很鼓励说 他的担子是什么 他的二是容易付的 那个付二就跟牛付二 那个二是一样的 意思是说 这个担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没办法的 是可以的 是容易的 而且我们知道 真正服的那个梨 如果我们今天是那个做工的 真正掌握那个方向的 是那个握手握的梨头的 那一位农夫 但是谁是我们生命中的 那个农夫 让我们的人生当中 能够带出那个贡献的 其实就是耶稣自己 好不好让我们把 我们的人生就这样子信靠神 连人子都来到地上 都曾经经过这样的过程 但是因为他信服天父的安排 然后他就完成他人生的道路 我们的人生道路也还没到尽头 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生 也能够这样子来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一低头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的一生 在你的旨意的里面 来回应你 主我们何等的感恩 你提醒我们要向前走 眼睛看前面 扶着离就不要向后看 主谢谢你 是的我们人生过去 都在你的带领的之下 但是你却不要我们用过去人生的这些经验 来衡量 来走我们现今前面的道路 因为 每一天我们都是没有走过的 即使有山有谷 可是你却应许 会有雨水之论 而且你 扶着 我们人生的这个离头 你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就是有个正确的目标 主啊谢谢你 你本身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愿意来跟从你 直到我们跑进了我们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们的感谢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